今晚深喉嚨 勇多深 劃多深 好 現在已經靠邊廳了 畫面中 計程車問蔣下車 要到便當店買飯盒 只因為行動不便的乘客喊著肚子餓 問蔣幫忙買午餐 竟然是乘客的吊虎離山之際 很早快來 要撿北斗 他走出來 有保留啊 快點 現在有曬儀的走出來 前犯一腳截肢 另一腳正常 走路必須靠拐杖支撐 他在台南叫車 一上車 就給了3300塊車資 疑似要鬆懈問蔣新房 就在經過彰化時 他喊著肚子餓 問蔣好心下車 幫他買便當 人才一離開不到10秒鐘 男子就偷走了計程車 逃之夭夭 只不過車子有暗所自動熄火 他又以相同手法 偷了另一輛計程車 等他說要去買個便當 然後我就下家樓道 當時 當時會很奇怪 為什麼車子不見了 23號晚間 他回到台南 疑似因為吸毒過量 倒臥路旁 直接被員警 帶個圈找 車子被找回來 問蔣總算鬆了一口氣 因為這台計程車 才剛買沒多久 還有63萬車袋 同時也是養活 一家大小的身材工具 沒想到一片好心 幫行動不便的乘客 買便當 竟然被有機可乘 差點丟了一輛車 據陳孟輝 彰化報導 有車場 非常追溯 景樟 hemp 最近 平均高齊 計程車場 早土 北京